当您有一块地 可以自己决定想要的住宅环境 你会想盖什么样的房子呢 考量价格与居住的条件 移动屋成为不少年轻人 退休组的首选之一 有编于清装材料搭建而成的组合屋 室内设计背景出身的陈永顺 研发移动式的刚构建筑 打造未来宅居室 我是本身想要去到乡下去养鸟 然后那时候想说去找一个货柜 叫人去改装 然后去货柜厂问一下货柜厂 他说如果要改装可能要等两个月 那我后来就回到家里面就在思考了 一个单纯的货柜就要改造两个月 应该这个行业应该是有市场 然后我本身之前又从事室内设计起家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打造比较高档的移动宅 陈永顺想如果建屋主体本身就有自己的价值 不会因为所在地而有所局限 是不是可以赋予坚固的刚构建筑 移动的可能性 因此他花了半年的时间 带着师傅们研究相关技法 实践他的建筑梦 这种房子完全早期台湾没有人做过 这种盖房子的概念 是我把它研究出来的 一般我们的主体是要经过长远的路程 经过大地震 然后经过大的台风 这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产品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体会那么稳定性 我们必须要在材料的选择 这个就是我们很讲究的问题 我们第一次来我们就决定了 大家看他们的样品 他们做的跟样品有看到我们就实际决定了 隔色啦还有防震啦 它都用 它的转体跟它都用 还有红灰 我觉得这几点我很感谢 我们的选择就是用石英砖部分 它是比较坚固 然后我们外墙的水泥板 它也是比较有韧性 又是两层去做一个浇荷 所以它在整个外墙 我们在车子在运输当中 它外墙承受它的季风的考验之下 就是能够去承受 然后在颠坡部分 就是选择部分在磁砖 我们也是就是要用比较好 它才能够经过这个大地震的考验之下 到达目的地都不会有什么样的归类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坚持要选择最好的材料去 应用在我们的移动室 陈永顺的团队所打造的样品屋 用路人走过路过 很难不被这些精致带有欧方的建筑物所吸引 然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放置移动宅 也必须考虑运送的路况与建置地点 设计的签后 我就要到现场去勘察它的路况 路况允许的程序 我们才开始来走手做平面设计 我怕我买这间厨 我有心理上的保障 我怕我买这队 我买这队 我这间厨可以队里走 我不用去到外面的地方 我定心开心在那儿 在那儿又建一间厨在这里 照这间厨的方式 可以帮到地方担担 这就是我们可以再利用的 还可以二次买卖 免费这个土地 主体的本二次买卖 对 因为我这间移动宅 我是用我们老公的名字 我们生年月有比较多 我们就在那儿休闲 可以医药 让我们孩子去修用 这是万人救我 这种东西可以统一遍 我们朋友都会说 我们做好等年后 他还要去看 他如果教他 他就要再来想起这种 人一生当中 有多少的岁月 他如果一生的辛苦 到他想要退休之后 他想要一个比较舒适跟温暖的家 我们就是用这种可以移动的方式 去让他呈现有一个生活品质 能够达到他后半生 他的梦想 他所追求的梦想 兼顾时尚美学 结合四方钢构与环保绿建材 陈永顺注重使用性与永久性 在地面上搭建出一栋一栋 坚弱磐石的建筑主体 和使用者一同 构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 持续社交资 Now 唾 мног